在金属加工业,用于冷却的润滑剂必不可少。 比如在进行洗、钻、打磨加工时, 必须要保护好弓箭,以防止其过热和磨损。 大多数冷却润滑剂都含有用于冷却的水、用于润滑的矿物油, 以及用来混合水油的乳化剂。 但乳化油具有输水性,从而会影响冷却效果, 因此而导致磨损增加,并产生残留物质。 此外,其中的某些成分经常会刺激皮肤。 产生的烟雾也可能造成健康问题。 加里达成功研发了一项创新的解决方案,Novotec CL800。 蛋白质将取代油和乳化剂,被用于润滑。 由于Novotec效应,这些蛋白质会在金属上产生一层水性润滑膜, 将冷却水与表面结合起来,而不会像油那样排斥水分子。 人们由此能够更高效地冷却金属表面,同时减少残留物的产生。 这也使得磨损得以降低,同时将减少高达40%的冷却润滑剂消耗。 不同于油和乳化剂,Novotec蛋白质不含过敏源, 不刺激皮肤,绝不会产生有害蒸汽。 欢迎您进一步了解Novotec CL800。